欢迎大家今天来听我介绍中大的捷径 开始我们可以见到2号校包站 校包站就是大学站广场 我们就是上新雅图联合的 我们现在转过来我们就可以见到 我们现在介绍的这条路线就是由港铁大学站到九层 NG同学经常都会走这条路线 民主女神像和大学站都是很出名的设施 我们就开始走 这条路线就是没有校包或者校包很多人等的时候 然后就会NG同学行上去 这个就是校包站就是港铁站 1号车1A1B车都会在这 就是上本部的 我们沿着这条路继续走 我们可以见到前面就是YAA 就是康本学术园 我们稍后会见到一个特色 这个就是YAA 有些大通的科目会在那里上 我们转过来我们可以见到校包站 这个就是3号和4号车的校包站 是康本圆 主要是年轻、日夫、敬文那些人才会乘搭 这个就是大学书店 书店就可以买到大通的书 我们转过来我们继续乘搭扶手电梯 这七条扶手电梯就叫YAA7小龙 名字是常常坏或者封了 所以我们常常会走隔壁的武汉万元楼 还有电梯直上五楼就会比较方便 是一个替代的方案 我们现在转过来我们现在就在河草 河草就是崇基有四间宿舍在附近 其实人流量都很大 转过来就见到崇基两个字 很多人就会在这里拍毕业照 然后我们向前走 到了第二个校包站 就是大学体育中心 主要是善恨、神兴才会在这里下车 或者去U-gym才会下考试的时候 其实走上来也很近的 左手面就是一条小路 就是去C-C-C-Kin和韩慶的 就会经过命返航和华联堂 安静学生又战标去C-C-C-Kin吃饭 也会走这条路 沿着苗袍继续走 这条路就比较小车会走进来的 我们向上望就可以见到日夫科大楼 我们前面就可以到我们的伸展 伸展左边就是有一条路 就是去宋经三边看 主要就是在车上走 人也可以走 我们在这里走过来 就可以搭发速升级 可以上到九楼 不用走楼梯 所以可以很方便 稍后我们就上来九楼 这里转过弯其实就是战桥 战桥过去其实就是旧展一 那九楼梯这里就有部机 可以给你拍卡 可以体育科去加分 这里就是战桥 战桥就是在九楼梯本部的一条桥 同学特效巴斯尔夫堂落车都经这条路回来战标 我们有个高坤像 六楼就会有个玻璃房 这里就是一个黄统园堂 就是很大的一个力量 很多活动都会在这里搞的 这条就是大学站九楼梯的路线 我们就说完了 这条路线就是我们旧展去小楼梯 有时候我们去咖啡床吃饭都会走这条路 就是会经Lady Shaw 那里停车场 我们这里走战桥 这里右边的小路就是 日夫科特去保健署那边方向 神兴或者善行的同学都会走这条路来战标 接着我们这里就是去白敏大岛 就是去本部 我们如果是达校巴上去小日夫堂的 就走这条桥过来的了 我们这里走转到左边 就是经过Lady Shaw 停一场 我们就要穿过去 我们就已经出到这里 就很近我们的咖啡床了 这条是一条很实用的捷径 很多人走的 跟着前面我们可以看到校巴站 这个就是大岛行政楼的校巴站 全部车都是落山的 所以不用怕乘坐车的 这个站 这个站就是那间图书馆和日泳池 空时间和放空时间就有很多人在乘校巴 我们走过来这里就是文港 那边就是有咖啡床 右边其实就是大善堂 然后我们走楼梯下来 这边可以看到游泳池 游泳池 这个左边其实就是女工 女工行动舍 那些拌面很好吃的 听过这里 接着我们转过来这里就是 掃柄的前身 现在好像在装修 不知道能够到什么时候了 那我们走旁边的小路就可以过来这里 有一间 Fusion 超市 住宿的人都一定会来这里买东西 就是买那些消耗品的用品的 这里还有一个山城过落 接着我们走到楼梯下来可以看到LSK 很多数学堂其实我们都会在LSK上的 我们转右边就是我们刚刚的校巴站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走过来 如果说我们出四条柱 左边就是有我们的保安组 那这里就 你领生物就会来这里 去保安组领生物 这里就是我们大学的四条柱 这条柱其实大学后门主要是坐巴士 或者车才会走的 如果你坐巴士的话 左边就是南行的线路 那下面也写了哪条巴士线 右边就是不行的线路 那我们旧正在四条柱这条路线就介绍完了 那这条柱路线呢 我们就介绍七里平和日呼和声和辛烈的 这条路线主要就是日呼和523的同学比较会上涌啦 走得比较快 但是晚上其实比较阴心恐怖 就不建议大家用的 那我们就是不行的巴士线路车啦 那就直走 见到前面安全道呢 就可以过马路啦 那就要过马路的一体车啦 这里大宝宫也有很多车的 我和你这里是转油啦 那就走进去 因为走的路比较窄啦 和比较迂回隔着啦 所以第一次走都是 最好有人带啦 和村屋小心有狗啦 那这条就不是说什么厚本来的啦 其实我们走到中大那边都有保安的啦 都叫做一个正规的入口啦 那就 今晚真的会比较恐怖啦 那这里有一张椅子 听说就是有鬼鼓啦 就上面应一应一棵树 是啦 听说就是有人在这里吊颈的啦 那就听一下好了 晚上不要走这条路啦 那我们这里转左 其实我们已经见到中大了 是的 我们这里已经是中大范围啦 我们见到有保安啦 左边就是日呼船啦 那我们就不下去日呼船啦 是的 就是这个位置 后面我们可以看到523啦 就是523宣书院啦 那我们都不会进去参观的啦 我们继续直走啦 接着我们这里可以见到三四远厚包站啦 三四远厚包站主要就是523的同学会搭啦 就是这里下车就走下去 其实是比较偏僻的这个站 因为和星的话其实有另一个站 比较近的我们会介绍到啦 这个就是陈镇厦宿舍啦 就是UC的宿舍来的 那我们这个左边就是和星书院啦 走过一点点 是和星书院 那我们转过来 其实我们经陈叔这里是有个公共的电梯 是可以大家上去的啦 上去UC那边是很方便的电梯啦 那这里有个校包站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比较近的陈镇厦宿舍的校包站啦 其实这个校包站应该是八号车 那些三号四号车才会来的 所以这里是年轻车来的 我就打电梯啦 那上来就是陈镇厦宿舍 这里都是不用拍卡的 都是公共范围啦 那这里其实就是联合啦 联合啦 联合我们也见到个UC gym啦 跟着我们这里可以见到UC餐厅啦 UC餐厅啦 那我们周边的情人路呢 就可以去到新亚啦 但是你管大陆都可以啦 那这里就是校包站啦 是新亚书院校包站啦 那我们可以经过小百万 就可以见到潜幕图书馆啦 跟着这里就是新亚园营广场啦 那就有些活动都会在这儿搞啦 跟着这几个不知为啥 值十几万的石啦 跟着是Alan Can Alan Can 现在收拾了也在装修 不知怎样啦 那我们直接走我们就可以去到天天下不停啦 天天下不停啦 就是中大很出名的一个地标啦 听到的很漂亮啦 不过我们拍的那天就很大霧啦 就不一样的天气是不一样的 那这里就是两个新亚的宿舍啦 自问楼和紫下楼的 那就可以走到过去 那我们这条是平日呼和声新亚的道路就说完了啦 那我们就介绍一下新亚怎样下去八万大岛啦 那八万大岛啦 我们刚刚在Alan Can 转过来啦 Alan Can up 了 但是我们认为可以到旁边的小路的 那我们这里走到楼梯啦 左边呢其实就是上去考一亭那边的路啦 那我们这边就是无闻毁楼啦 MMW 那我们穿过这里很多班房啦 有些堂都会在MMW上的 physic那些 那我们就快速走过这条走浪啦 这个公共空间啦 我这一位那次经常在做功课的 那我穿过梅里面有个很漂亮的景啦 我们可以见到IHouse 各地新的宿舍啦 那还有我们认一下建议啦 有保健处啦 就是看医生啦 神兴线走五低都是宿舍和书院来的啦 有些景色真的挺漂亮的 那我们就搭电梯下去啦 那出来就走右边条小路啦 那我们过了马路呢 就可以见到医学大楼啦 医学大楼一楼上面就有个地方 可以涼冷气坐下温书的啦 MACCAN啦 MACCAN它很好吃的 有饭下有外卖啦 是我就觉得份量可能会少了少少啦 接着这里还有MACCAN有位置坐啦 那我们穿过去煲底 我们就来到巴勒马大道啦 就是少少夫堂啦 应该大家都来过啦 接着就是煲底 也会有机会上堂的啦 那我们去右边看看少少夫堂的巴士站啦 巴士站就 旁边其实就是科学馆而已 所以两个站其实很近的 但科学馆站是上山的 留意这辆车其实是上山车 因为其实是2号车 上去新亚联合的啦 那这边我们见到Lady Shaw Building啦 还有我们这里就是巴勒大道 下去战桥那个 那一条桥啦 那我们继续走右边是迫秋楼啦 那有些你改密码都会在这儿做的 那我们就走过巴勒大道啦 右边呢就有个地方 是很多人在那里摸毙的啦 那我们这里就有个风火台啦 从不同方向穿过 有不同效果啦 既体就是下去咖啡库那边的啦 这个就是大约行政楼啦 基本上你没东西都不会进去的 因为多数的东西都是 通过email做的啦 那U-Live啦 那U-Live就是大家在温书的地方啦 那就是书没有人预计的 就可以住在880天啦 那我们就参观一下俊学园 俊学园在24小时开放的 就是如果不是疫情的话 那很多人是有人在这儿睡觉的 所以俊学园很多人都去到温书啦 那我们就介绍完这里 这儿新拿下来五部的路啦 那我们就介绍一下图书馆 如何上去乱合啦 这些路都是可以来回走的 那我们这里 图书馆出来转左啦 我们刚刚见到车夫团啦 我们转左这里直走 那我们就在这里 LSK呢 那里呢 就有条天桥的 还有那条U-C梯啦 行楼梯 我不建议啦 我建议搭升级的东西 那搭升级出来呢 这里就是LSK的三楼啦 那LK三楼呢 这里就有道门 对啊 就是刚刚我们下面见到这条桥 就可以通向U-C的 那边就是去日福五二三楼啦 那就 在这里走会比较近啦 但是升级呢 就不是24cm开放的 那这里就是UC-Live啦 那这里是U-C的校包站啦 U-C的校包站 就要小心点 是有分上山校包站或下山校包啦 那我们就介绍图书馆到联合啦 就介绍一下小桥流水啦 主要就是不想等校包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由九箭直接下去啦 那我们由校包站 这个大学行程校包站出发啦 这里转过身来 我们就走这条桥 小桥流水 我说是我们介绍这么多条路线里面 我们唯一一条是偏单向的啦 因为其实上山是真的走很累的啦 所以其实也是建议下山走的啦 但是其实也有很多梯级的啦 那这里就是中医的中药园啦 因为暑假期间就没人摆东西的 那就是九箭啦 九箭其实旁边有一条楼梯下来的 所以其实你如果九箭不想到校包 你也可以走这条小桥流水 直接下去山底啦 那我们就走啦 其实都是很多楼梯啦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就 没什么都不建议上山啦 这条路是 那我们下到山底就见到神学楼啦 那就是CC的宿舍来的啦 接着这里就是主要的施桥流水风景啦 就是这条桥啦 没问为什么 接着我们穿过这里就是 CC的教堂啦 一个CC staff camp 希望有教授请你吃饭啦 接着我们右边可以见到 崇敬三兄弟啦 这个信和楼啦 这边就是我们的栏卷啦 这里下去就是啦 右边就是 对啦 三兄弟啦 黄福原楼啦 还有一个叫陈国伴啦 那就是三兄弟啦 我们沿着这条路下去呢 我们就可以到火车站啦 那这里我们见到一个ELB啦 这是黎王瑶碧楼啦 大通都会在这里上的 然后继续下去 其实就到山底了啦 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文旅啦 回到起点 那我们的小桥流水就说完了啦 那最后就幕后花水啦 那是我们 那不知道跟你说不说的鬼故事 这里就 二楼停时间 二楼停时间 我想搭旁边的楼 隔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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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 三二一 按够 八次 再来一次 三二一 哎 好啊 好啊